40家精酿啤酒俱乐部 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一家酒吧 这个酒吧呢其实我之前就知道这家酒吧 但是一直没有去过 后来呢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想跟一个朋友见面 这个我看他约在哪个地方比较合适啊 离他那比较方便的地方 哎约在了这个西边 然后我一查就有这个就看到了这个40家精酿啤酒俱乐部 他是在那个北京西站附近 哎我觉得这个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就过去了 其实这个这个酒吧的名字40家呢 我从老查了一下 它是有两层的含义 一个呢就是40家表示着这一家酒吧 是有40个以上的这个酒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家酒吧的这个创始团队 是由4个40岁以上的老男人组成 但是我觉得这第二条含义啊 现在说还行 可能过几年 这个40多岁的人变成50多岁以后 我觉得不妨改一改啊 随着这个创始人年龄迈入50家 然后他的酒头也顺便再增加10个 变成50家精酿啤酒俱乐部 然后到了店里呢 其实那家店在北京来说是有一个所谓的特色吧 是可以抽烟 其实这一点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因为北京它是所有的室内场所全是禁烟的嘛 但是不知道不太清楚为什么 那一家它是那个老板 首先是肯定是老板允许客人抽烟的 不太清楚为什么啊 但这一点我确实不太喜欢 然后他的酒呢确实很多 我具体也没数有多少种 大部分是国外的进口的这个啤酒 他们自己酿的呢 大概是有8种 去一家精酿酒吧 我个人的话还是喜欢去点他们家自己酿的 虽然可能就国外的很多好酒 他们那也有 但是我更喜欢自己酿 然后自己销售的那种酒 正好是他们是有一个套餐 这个我现在才知道 他们那个在国外叫这个航班 这个啤酒航班 就指你就想尝一下这家酒吧的酒 你可以花大概人民币100块钱 你就能尝到4种到6种 然后他用那种小杯的 一般是150毫升一小杯 给你上4小杯或者6小杯 当然这个每个酒吧也不一样 我听说有的还有那种24倍的一个航班 那真是豪华航班了 应该是把他们酒的所有的酒全给你上一遍 然后这个40加精酿呢 它是好像价格具体就不太清楚了 好像大概100块钱是有6倍酒 这样他们家一共是酿了 有8种嘛 我就去掉两种剩下的6种 各来一小杯 我去掉的是两种 我个人不感兴趣 一个是吸打酒 我觉得对于吸打酒不是不好喝 我也挺喜欢喝的 但是比起普通的这种啤酒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啤酒一些 那个另外一种就是南瓜啤酒 这个南瓜是在美国非常 因为它美国有这个万圣节 它每到那个季节 它会就去酿这个南瓜啤酒 是有他们的文化在的 然后但是这个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喜欢南瓜 我而且或者说是我非常讨厌南瓜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的味道特别太不好吃 所以我也很少去喝这个南瓜啤酒 然后我就去掉了吸打喝这个南瓜 剩下的每一样来一种 但是这个啤酒航班呢好有好的地方 然后不好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当然就是你能一次去尝很多种类的酒 不好的呢就是你一次尝的太多了 其实哪种酒好哪种酒不好 你尝的有点混了以后 你也记不记不那么清楚了 然后吃的呢那边主要还是以这个西餐为主 我本来是想要汉堡的 但是那个我那朋友看到那个菜单上有那个大猪肘子 他说这个要不来一个大猪肘子 我想那这种硬菜啊 我们俩来一份就够了 这样就是他点了一个套餐 我点了一个套餐 要了一个大猪肘子 特别硬啊 那个菜真是特别硬 最后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吃完 加一个沙拉就吃的饱饱的 最后那个猪肘子还剩了点 其实我觉得那个餐的味道呢 反正就还好还不错 只能就是还不错 但是也没有太多的特色 这个酒呢其实我当时的印象 毕竟我跟我朋友其实 去还是主要是聊聊点其他事情 并不是去喝酒的 所以这个酒呢 我这个六杯喝下来以后呢 我其实觉得 整体上这个水准都还不错 就是能拿得出手 整体上我如果打分的话 我觉得都能给个八分或者八分以上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 他们那个 有一个酿酒师在那酿酒 但是我不太认识他们的那个 老板和酿酒师 这个我看他们那儿用的设备是 大概我看样子好像是300升的设备 大概那么好有几个六七个发酵罐 然后另外比较有特色的 我还看到他们店里大概有八个还是几个 有那个木桶 他们应该是也做那种正在做这种过桶的啤酒 目前酒单上好像还没有 应该是等那个过桶 放在桶里的酒成熟以后 应该大家就能尝到了 那个还是 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看那个桶啊 那种旧旧的那种项目桶 就看起来就非常酷 如果各位之后在北京西站那边的附近活动的话 不妨就去这个四十家经浆 他们好像是从16年就开始营业 然后一直到现在 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他们的酒 他们的那个地点啊 是在一个 好像是在属于那是一个移动写字楼 然后但是下面两层是餐馆 那个店是在二楼 大家坐电梯上二楼以后 应该是拐个一两个弯就能找到了 那边全是餐厅 然后那边是 他们是一家酒吧 这个不妨就过去尝一下他们的酒 他们的酒确实还蛮值得一试的啊 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先到这里 各位有机会的话 欢迎过去尝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干杯